你最期待且即将上线的新游是什么 反正咱是黑神话悟空自2020年的那个暑假 他便将我的期待值拉满 当时看完那期视频后 我就在想咱国产游戏的技术力细节处理能力 什么时候超越米哈了 还是买断制的 大家好 咱是等了四年黑猴的吉保众所周知 黑神话悟空马上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现在是可以试试性能测试工具 看看到时候运行时能跑多少 反正我的4090显卡加i9加64G 之前跑原神星帖绝区林明朝 谁等分散就在疯狂旋转挑约比遮阳 现在全部拉到最高画质后 咱的FPS稳定60帧左右 并且分散一夜眉呼呼呼的旋转 希望正式版也能有这个性能 然后在steam页面就看见了黑神话悟空的手游版 并且现在就能玩 简直离谱且逆天 国产手游这么整 你就不怕成为下一款商国沙吗 抱着解解长并毫无预期的心态 我直接问山海悟空启动 进入游戏后我们玩家选的第一个角色 就是悟空 当场就给我奔不住了 随后再点击其他 剑仙远程高山 盗林远程治疗 参愣近战挨打 唯独悟空近战高山 好吧不得不承认 这款游戏的四个择页每个都各有特色 但是我毫不犹豫选择悟空进入游戏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玩弄发现 这款问山海悟空就是较为传统的刷子游戏 玩家在游戏内做主线提升修为增加属性 获得材料锻造装备增加属性 炼当炼妖 治疗自己持续战斗 以及突破境界修为增加属性等等 此时我突然发现 这个问山海悟空的游戏玩法模式 就是数值养成玩法复杂化 一切就是为了增加自身属性 进行更轻松的刷怪与刷boss 然后获得更强的装备 以及刷更强的boss 如果刷到这里 那么游戏其实和幻皮传奇没啥两样 甚至还有宠物养成机制 但如果我说问山海悟空的核心玩法是功法修炼 在大地图上寻找灵气节点 吸收灵气探索秘境 获得机缘不断提升修为 直至飞升成仙 各位又该如何应对 毕竟此时此刻的游戏市场 其实并没有像这样的挂机修仙游戏 大部分都是纯粹的数值养成 外加轻松放置 而问山海悟空这款手游 更深度的玩法 其实就是硬核刷子挂机修仙手游 作为一款小作坊的免费手游 直接比肩黑神话悟空肯定不现实 但现在手机能单产启动 同时刷的快乐 目前我已经驻击期大圆满 后面基本上就是宝宝地图 寻找灵气节点吸收 才能快速提升修为 要不然就干脆退出游戏 或者丢在boss节点这里 过段时间再回头过来看看 基本上就满背包的装备 以及可以再次突破修为 问山海悟空的游戏玩法就是这么简单 你听懂了吗 管你听没听懂 看就完了 主持人玩了游戏体验上的设计 咱再聊聊问山海的优缺点 首先在游戏玩法上 玩家需要熟悉boss机制 才能轻松获得胜利 否则就会被机制快速击杀 这就导致游戏玩法挺硬核的 即使数值足够 也只有和这些修仙大能正常对拼的资本 而后期因为重复的刷刷刷 也会导致我们玩家的中后期体验枯燥 尽管目前的大地图怪物种类丰富 有能有妖有机甲 但最快的日子还是练器与助击器 出入中门的这段时间 所以最近我也是每个职业都开了个号 并且都玩到了助击器大圆满 至于飞升成仙什么的 有个悟空就足够了 其次游戏的装备可以自由交易 毕竟这款游戏的数值主要来源就是装备与修为 这种交易含玩法可以帮助科老快速成型 而飞科老也可以爆肝随后通过合成功能来获得装备 但这也导致了重复的刷刷刷 不过好在这款手游的科金设计问题较大 刚才是主流玩法 就总结一下这款黑神话悟空手游版 其玩法就是RPG动作修仙 玩家需要不断的刷怪获得装备 刷更强的怪获得更强的装备 同时敌人种类丰富 并且机制还算比较有特点 但是刚也是真的刚硬核也是真的硬核 好在操作起来手感还行 修仙玩法与背景有点偏向于黑暗 因此问山海悟空 比是肯定比不过黑神话悟空的 但是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的启动 因此为什么问山海悟空 能作为黑神话悟空的手游版 给我来解解馋 大家应该也有一些观点可以聊聊 反正我主观认为还行 那么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就来启动 问山海悟空steam版本吧 这是什么倒反天罡